文AI财经设立一万编章说 强行赶走时尹委派的出来源 强行阻止时尹财务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 造成时尹无法知悉赫兹公司的财务状况 恒大健康在此次诉讼中 交求对方履行合约 提供所有财务资料及其相关文件 自今年10月3日公开撕破脸 FF与最大股东恒大健康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假月停车恒大拒绝按约定追加投资 并阻止FF通过其他渠道融资 恒大则认为FF会达到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 10月25日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FF与恒大健康注资矛盾 出具紧急仲裁结果 但结果并未公开 围绕仲裁结果 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护司 恒大健康迅速在港交所把布公告 趁获得仲裁庭全面支持 FF彻底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的申请被驳回 FF迅速做出回应 趁在这次紧急仲裁中 取得决定性胜利 FF将可以在全球进行融资 并驳置恒大健康的公告 存在误导公众的嫌疑 FF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恒大回应着 公告内容非常严谨 负法律责任 证券时报援引消息人士书法称 恒大认为FF的声明偷混概念 混淆视频 误导公众 内部已经与律师团队展开研究 考虑对FF及贾跃亭提起诉讼 AI财经社从接近恒大内部的人士获悉 按照股东协议 使用有权进行财务审查 并向合资公司委派出纳员 同时约定如果出内约系添付签字 即使未同意付款 贾跃亭显然利用了这一条款 事实上将资金使用权一手包烂 并剥夺了大股东的财务审核权 如果他要挪用资金 大股东也无从防范 这显然已经严重侵犯了股东权利 资深法律人士表示 上述人士还表示 贾跃亭向来牢牢把持财政大权 在资金使用下有绝对话语权 在商市公司和非商市公司之间 建议腾挪资金 他告诉AI财经社 毕马威曾在2016年 试图对FF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 但因为财务混乱 记录不清 最后已失败告中 FF前首席财务官司 蒂巴克劳斯 Stefan Cross 甚至因试图理顺FF财务状况 而被迫离职 乐视上市体系和非上市体系之间 有着错综复杂的公联交易 至今仍然纠缠不清 乐视控股的快速崩盘 使这些关联收入 成为上市公司来引收回的烂账 此前 乐视网曾多次喊话要求宅月庭 对这些债务问题负责 尽最大可能保障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8月17日 乐视网发布告称 与乐视非上市体系 达成认定债务规模约67亿元 其中已偿还2.63亿 并达成了40多美元的 偿债方案 FF内部人士此前告诉 AI财经社 当时是恒大方面 主动提出追加7亿美元投资 双方还就此签署了一份附加协议 FF如愈完成了协议中的各项条件 但恒大并没有如期支付首笔追加款项 反而试图获得FF中国和FF所有IP的控制权及所有权 此后 FF因与恒大健康的局域陷入现金流困境 为控制人力成本 FF于10月31日发布内部邮件 宣布今年5月1日后 加入公司的大部分员工停息留置两个月 只留约500名和新员工继续推进 FF就要量产交付工作 但公司需下调至少20% FF创始人之一 尼克桑普森 也在随后宣布离职 他认为FF实际上已处于破产状态 并据美国广播公司ABC30 于11月5日报道 一位法拉第公司汉服的工厂的员工匿名透露 目前FF汉服的工厂一共有60名员工参与了无薪休假 另外在大约10天前 汉服的工厂的40名员工已经被解雇 汉服的工厂只剩下10名经理和总监 不过FF方面对外传递了相对乐观的消息 11月2日 FF宣布已正式开启全球融资 日来自欧洲、美国、中东的不同背景的多家投资 自广进行接触 并正式签约又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顶级投资银行 史提弗斯提弗尔 全面加快融资进程 FF内部人士透露 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 恢复公司的正常运营并恢复员工的工资 但借鉴恒大内部的人士认为 Steve Ford只是被美牌宁末端的中小型投行 服务对象主要是个人及小型公司 贾跃亭只是签约了一个资金中介 与所谓又度过一次而迷之急 相去甚远 结局发稿,FF方面尚未对恒大健康的起诉公告做出回应。